近期天文期刊上一份研究报告显示,天文学家在太阳光下发现了三颗静的小行星,其中一颗是过去八年来发现的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最大潜在物体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月31日报道,这三颗小行星在地球和金星的轨道之间,由于太阳亮光的影响,平时非常难以观测,此次利用黄昏短暂的时间窗口期才得以发现。 其中一颗编号为2022AP7的小行星直近1.5公里,未来可能会进入地球轨道,而另外两颗编号分别为2021LJ4和2021PH27的小行星轨道相对对地球安全得多。 这项研究的首席作者斯考特·谢波德指出,直径大于等于一公里的近的小行星,对地球的撞击将会对生命产生毁灭性影响,造成地球上数百万年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灭绝事件,因而被称为行星杀手。 2022AP7何时进入地球轨道尚不可知,所幸就目前而言,2022AP7离地球远远的,天文学家们认为,大约有1000个直径大于一公里的近的天体,其中95%在过去10年的探测中被发现。 谢波德领导的团队希望在未来几年的探测中,发现更多的行星杀手。 据此前报道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确认,其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航天起,成功将小行星迪莫福斯壮丽园运行轨道。 该项任务是NASA首次尝试在太空中移动小行星,以验证通过改变小行星运行轨道,从而保护地球的可行性。 无独有偶,有位自称来自未来的神秘人预言,未来会有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,并让美国消失了一半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一位来自2236年的实时旅行者声称,一颗流星将在几年内毁灭美国的一半。 这位神秘的未来人发布了一个预言视频,视频中表示,他是一个从2236年开始的实时旅行者。 我及时来到了一个日期,以提醒你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事件。 他预言,一颗陨石将在2034年降临地球,并毁灭了一半的美国。 陨石是坠落到地球表面的太空岩石。 在它们视陨石之前,它们进入大气叫流星。 在流星之前,则称为流星体。 流星体是太阳系内的岩石或金属块。 流星体在撞击地球大气层变成流星。 虽然大多数流星在大气中燃烧和分解, 但这些太空岩石中有许多以陨石的形式到达地球表面。 每天落在地球表面的大约50吨空间碎片中, 被称为微陨石的尘埃大小的颗粒占了99%。 然而,有些陨石和巨石一样大,甚至更大。 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陨石是1920年在纳米比亚发现的霍巴陨石。 作为坠落于地球的最重陨石, 霍巴陨石的重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爱尔扎科陨石的两倍。 这颗陨石的表面积超过6.5平方米, 重量大约在60吨。 霍巴陨石如此之大,如此之重, 以至于它从未被移开。 大多数陨石通常有一个黑色的,烧焦的外观。 这种外部是由于大气摩擦时陨石在撞击地球时融化而形成的。 这个过程被称为热烧石, 也可以使陨石表面变得粗糙,光滑或出现纹路。 由于陨石中存在不同的化学物质, 热烧时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纹理。 陨石撞击太阳系中所有的行星和卫星。 一些行星和卫星没有足够的大气层来分解流星, 从而产生大陨石。 这些较大的陨石形成了深而圆的撞击坑。 在我们的月球,水星和火星上都可以找到这些陨石坑。 而地球上发生过非常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事件, 南非的弗雷德福撞击事件。 弗雷德福撞是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最大撞击结构。 不过由于时间久远,该陨石坑已被侵蚀掉。 大约20亿年前,一颗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撞向地球。 撞击发生在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西南部, 并在地表形成了一个巨大撞击坑。 不过由于超过21年的侵蚀使得确切的大小难以确定。 根据估计这个陨石坑的宽度在180到300公里之间, 这次的陨石比造成恐龙灭绝那次的海妖大。 在6600万年前,当时一颗直径10公里左右的大型小行星撞击了地球。 该撞击产生了一个直径约为180公里, 深度为20公里的巨大陨石坑。 它是地球上确认的第二大撞击结构。 撞击的速度估计为每秒20公里, 撞击的动能估计为1000000极吨TNT1极吨等于10亿吨。 撞击在爆炸中心附近产生了超过每小时1000公里的风速, 并产生了一个100公里宽和30公里深的顺态空洞。 后来坍塌,撞击等活动催生了超过100米高的巨型海啸。 撞击产生的直接海浪更是高达1.5公里高。 撞击在撞击地点引发了估计阵级为9到11矩阵级的大型地震事件。 更可怕的,一团炽热的尘埃,灰烬和蒸汽将从撞击口扩散开来, 无数的烟尘被爆炸喷射到大气中, 甚至这些物质中的一些逃离了地球轨道, 散布到了宇宙中,而其中一些又落回了地球, 在落下时又给大地造成了二次伤害, 岩石加热了地球表面并点燃了野火。 据估计大火笼罩了地球一多半的森林, 无数的尘埃和硫酸炎进入大气并在全球扩散, 导致气温大幅下降并破坏食物链。 撞击导致的撞击冬天出现了, 这个结果和河冬天有些相似。 尘埃和颗粒的排放覆盖了整个地球的长达数年, 可能更久,为生物创造了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, 太阳光会被大气中的尘埃颗粒阻挡而无法到达地球表面, 使地表急剧冷却, 植物的光合作用也会被中断, 影响了整个食物链。 总之如果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, 会给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, 虽然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威力是巨大的, 但是地球遭遇的行星撞击也是非常多的, 并没有因为哪一次撞击而毁灭, 毕竟行星在进入地球的时候也会被大气层摩擦燃烧, 很多行星甚至会消失,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, 因为科学家们时时刻刻在盯着天上的雨时, 如果真的有雨时撞击地球, 那么科学家们会提前很久就知道了, 并且我们人类现在也有了小行星防御计划, 比如最近美国NASA的DART计划,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是将一艘航天器撞向一颗小行星, 看看它是否可以改变其围绕另一颗小行星的轨道, 关键是, 这项小行星防御测试取得了成功, 所以未来就算真的有小行星会威胁到地球, 人类也不会像恐龙一样毫无还手之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